全息地產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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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多倫多是全息地產經紀 今天我帶大家來看 Tridel剛剛建好 沒多久的全息地產經紀 這個項目的名字叫Skala Skala的意思 其實是Ladder和Staircase的意思 如果你外面去看這個建築的外形 就像樓梯一樣 有一階一階 它的接近位置 就位於Leslie和Shepard 這個建築的賣點 我覺得除了它裏面的 具體一流 它的地點也是十分之好的 也是正宗大王 周圍旁邊有很多 樹林包圍住 但是你也有一個 City Lifestyle 我們現在先看看 Location Map 更加了解的地方 紅點是一個 condo的位置 就位於北約克區 交代是Leslie和Shepard 駕駛5分鐘已經可以去到 高清站 高速公路 401 404 DVP 還有地鐵站 而駕駛10分鐘之內 可以去到 Bateville Village Fairville Mall A Long Shepard 已經有無數餐飲 超市 Medical Office 醫院 等等 還有你看看 它周邊有幾多 綠地 這些全部都是 Ravenes 有很多 Trail 或者Partland 而這些地方 是不允許 Condo 或者建屋 我們今天一共 會看四個單位 Let's go 兩層高的Lobby 是不是很有氣派呢 我們看的第一個單位 十分十分之grand 簡直我和Jacky 進來有一個 哇 好漂亮 單位裏面就是10呎 這個呢 我們現在就是Panfout 19 3加1 四個洗手間 大概是2100呎 包括兩個車位 一個Locker 大單位 一進門口 這裡就是圓關位 這裡有兩個closet 這裡是第一個客廳 Powder room 整個單位都已經鋪了木地板 走來前一點 右手邊 這裡就是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這裡是向北邊的 但因為它是樓到樓的窗窗 所以其實也是十分光亮 它的景色很厲害 它這個主人套房的 床座尺寸是172呎 這個單位簡直是那些 什麼 Luxury Oasis 在一個prime location 它這個單位主人房的床座尺寸 是可以看到它的外層層 這個就是一個terrace 有外層的BBQ 而且有三個BBQ 然後還可以看到它的外層滑 和Hop Tup 雖然前面不是海 但感覺上 即是這個單位和這個建築 令我想起Miami 也有 女士夢寐以求的Walk-in Closet 座尺寸 大家記得 我不是在看一間屋 而是在看一個座尺寸 這個就是Hers的座尺寸 這個不是轉彎 Jacky帶大家看看 這個變成Hers的座尺寸 好啊 這個真的是擺手飾 我覺得真的很大 整個單位都是Smooth Ceiling 這裏就是主人 主人Washroom 這裏就是Double Sink Troilette Shower 這裏後面 是有Linning Closet 但我覺得 因為在廁所洗澡會濕 我最好 後期你自己加回門會好一點 如果不然會黏著這裏 就比較難打理 個人意見 好 我們出來 第二個睡房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Closet 還有自己一個洗手間 再出來這裡有一個很大的Longer Room Starkable洗衣機乾機 旁邊這裡有很多Cabinet 那裏的升盤 還有你這個位置可以放一些Clinic Supply Podey Dyson 或者是浪衫都可以 真的好空間 好空間 2100呎的Condo 這裏是第三個套房 每個人有自己的洗手間 每個人有自己的洗手間 就不需要去爭 然後這裡是有一個書房的 這個書房是sliding door的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不需要一個書房 這裡可以改了一個play area 接著我們就來到我的dream kitchen 這裡有冰箱和冰箱 有很多房間的空間 一個很大的碟子 這個是quartz 全部都是有soft closing 始終這個單位比較大 所以它給的appliances全部都是standard size 這個是30寸闊的 下面有很多櫃桶 然後有建設的微波爐焗爐 雙層 這裡是有更多的櫃桶 放飲品 或者你那些kitchen appliances 為何單位這麼光 所以這個單位是向西北 很多人就要擔心 哇 北邊會很暗 不需要擔心 很光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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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ala的意思是Staircase Ladder 所以每一個向西的單位都會有一個很大的terrace 我不捨得離開 它的單位實在太好了 又夠空間 環境也好 我一直以來都覺得我退休時應該住在condo 如果你說住在condo 簡直是一樓 但它的價錢都相當地漂亮 2688888 如果有興趣就約我來看 我很不介意再來看一次 我們看的第二個單位是OnePlus Stand兩個洗手間的單位 這個單位是看著北邊的 但我想說它身後的顏色配搭是很漂亮 通常我都會推薦客人說 你買樓花園一加一的 盡量減淺色一點 但它這個顏色的配搭又不會顯得單位很暗 很鮮明 而且它的圖片都很漂亮 這個是Gran Icon Atop 因為這個是比較小的單位 所以它給了引擎的爐頭和焗爐是比較小的 這些是24吋的引擎櫈頭 這是一個開啟釘 這是一個開啟釘 但有足夠的位置可以放到兩張書桌 還有我釘那裡都已經放了一盞燈 正門右手邊有closet洗機乾衣機 這裡就是第一個洗手間 這個是come with shower 廚房 其實這裡可以放一張大一點的餐桌 你可以有更多的counter space用 Living room 這個單位的景是向北邊的 還有我發現它這整個建築 它的樓盤也是相當的大 這個就是套房 這個套房可以放到一張queen size的倉庫 還有可以放到一張書桌 或者一個小的櫃 兩個closet 套廁 這個套廁是連一個bath tub 這個是第三個單位 就是一個911呎 兩房加一個釘 兩個洗手間的單位 它這個套房是十分之好的 就是最普遍的兩房都是分開的 那個廳就在中間 還有它是有一個釘 這個釘也是相當地spatial 就是可以放到一個單人床 還有一張書桌 你可以改到office或者客房 這個單位就是向南的 身後便移的是廚房 唯一現在的就是雪櫃和冰櫃 正門的左手邊有一個鏡面 特大的衣櫃 這是廚房 廚房旁邊就是釘 其實這個釘 你可以叫師傅去幫你安裝一個sliding door 這樣就更加多 privacy 這個廳十分之大 前面現在這個位置 你是足夠可以放多一張六人的darning table 我們就來到第一個睡房 這個單位整個單位都是向南的 所以譬如你到1點多 你都會還有些陽光進來 相當舒服 這個睡房可以放多一個queen size的床 第一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是come with a bathtub stackable的洗衣機和乾衣機 廳葉都是十分闊落 你可以放到一個小一點的l shape 沙發 現在春天了 所以雪葉都開始生出來了 看起來很舒服 主人套房 這個房間可以放到一個king size的床 還有一個walk-in closet 還有一個套紙 我們現在看的第四個單位 同樣都是1加1兩個洗手間700多呎 一進門口的左手邊是洗衣機乾衣機 這是第一個洗手間 連著一個lending closet 走前一點 亦都有一個相當地大的衣櫃 而左手邊是一個open den 廚房 還有還有幅、過廳 還有廳 這些廚房的顏色彩緞 tone 與剛才那些濃度一般 很好看 套房 套房也可以放到一張King Size的床 但可能會窄一點 Queen Size一定沒問題 Tradale出名的秘密是做得很足 這個建築有遊泳池、Yoga Center、Fitness Center、Party Room、Outdoor、Kabana Lounge、Sun Deck等等 是甚麼都有的 它這個地位有公園 亦有小部份的城市 現在這幢大廈有小部份單位拿出來出租 和不是放賣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這個公園列列去聯絡我 我們下次再見 Bye 好大風 好大風 那我哪有的 這幢大廚 餅 那我來見到 它有很難的 當然 要不要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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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